第八十七章 泥雾之城一 无方阵的秋比别处都要凉 白雾里带着刺骨的潮气 似乎蕴藏着无数针尖大小的冰花 挨到皮肤便立即化开 眼前的渠塘是碗浆的一条细小枝流 两岸长满了丛生的香脯 高过人的膝盖 像是大地茂密而干枯的毛发 主角团赶路 一笑爱抄劲道 往丛林 荒地里面钻 水塘里连坐像样的石板桥也没有 只有几块尖锐的石头锣 镀着顶部 阿生 沐瑶回头一望 眼中有淡淡诧异 这 不是暗河 这只是一条 普通的 浅浅的 没有任何危险性的小水塘 沐生背上背着半睡半醒的女孩 头也不抬地迈进了水里 她走不了 沐瑶一时哑然 林 妙妙搂着她的脖子 眼睛都快闭上了 她愿意背 她也懒得沾湿裙脚 随她去了 悬着的腿晃了晃 她忽然清了清身子 沐生微微侧头 从她的角度 看得到她睫毛的弧度 怎么了 我的鞋 她抬了一下右脚 隐约露出裙摆下纤细的脚腕 要掉了 她晃了晃脚腕 想让她帮忙勾一下 她顿了顿 反手飞快地将她一双鞋子脱下来 并成一双 顺手揣进自己怀里 掉不了 凌妙妙羞耻地将一双赤足拳起来 藏在裙子里 不想再理她了 她的手却再次向下 捏住她的右脚踝 麻撒了两下 眸子乌黑 冷吗 不冷 她腿一缩 气急败坏得正开 还在她没来得及收回的手上踩了一脚 少年骤然让她踩了一脚 睫毛一颤 默然捞住她膝弯 乖乖地不再言语了 一安静下来 凌妙妙立即犯困了 察觉到背上的女孩呼吸渐平 暖蓉蓉的身子软绵绵的 搂着她脖梗的手 有越来越松的趋势 她手臂收紧 换了她一声 别睡 掉下去了 凌妙妙骤然惊醒 下意识搂紧了她 眼睛都睁不开 在她锁骨上拍了两下 不耐烦地哼记起来 掉不下去 不是由你拖着吗 木生从一溜石头上踏过 跑脚已经浸在水中 她石榴红的鲜艳裙摆揉着 像一捧柔软花瓣 紧紧压在她袖口下 少年一面走 一面望着流淌的溪水出神 她想 自己可能是疯了 连着随口的一句话 她也觉得幸福地眩晕 木瑶早就过了河 耐心地站在岸边 等着木生慢吞吞地过来 她将人背过了河 轻手轻脚地放她下来 由背着改为抱着 镜子抱到了一颗树冠硕大的榕树下树音下 平稳地坐了下来 少年抬眸 黑刃的眼珠望着木瑶 阿姐 休息一会吧 这商量的句式 用得却是平淡的决断语气 好 木瑶神色复杂坐在了一旁 看着她低下头 无比耐心地帮她穿上鞋 旁若无人地玩弄起了 怀里女孩并边的头发 林妙妙从梦中惊醒 睁眼看到的是满天绚烂的晚霞 一行大雁凝成小小的点 往南飞去 她泛着水光的杏子眼 呆滞地望着天 旋即转了转 看到了天际沉滞的木色 她发觉自己躺在木生怀里 她的手指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绕着她的头发 丝丝缕缕地痒 后背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隐隐作痛 她还有些混沌 冥冥记得 出门的时候还是烈日当空 她骤然坐起身来 满脸通红 又惊又惧 我 我睡到晚上了 黑莲花竟然认她睡着 不叫醒她 一回头 便看到木遥靠在不远处的树下 一动不动 生无可恋地看着她们 似乎等成了一座望符石 为着她一个人 居然延误了整个主角团查案的进度 林妙妙心中的自责 顿时泛滥成河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 没关系 木生混不在意地硬 伸出手十分认真的帮她 争了正头上睡歪的发拆 谁跟你说话了 林妙妙拍开她的手 手脚并用地爬起来 沮丧极了 木姐姐 是我不好 没事的 木遥无奈地笑了笑 与其温和怜惜 妙妙这几天 可能也是累了 困了就多些些 晚点走也是一样的 走到无方镇城内的时候 已经黄昏 街边的灯笼都逐次点亮了 木遥拦住匆匆归家的行人 您知道花辙在哪里吗 那人墨地笑了 似乎听见了什么笑话 瞧见这些灯笼了吗 她伸手指指 道旁九四璀璨的灯火 说话还带着南部特有的口音 顺着这些亮光走下去 自然就能找到了 是吗 木遥回头望着街 似乎有些半信半疑 那人讥笑的一笑 不太满意她的表情 镇上的人可能不晓得 黄城在哪里 但九楼九四肯定找得到的 三人谢过了她 把族朝着大街深处走去 无方镇是个小镇 同共也没有多少人 连码头都显得格外萧索 却有一整条街的餐馆九四 灯火灿燃 夜夜升歌 这座城 隐在迷雾中 自顾自醉生梦死 沿着两旁灯笼一路前行 木遥忽然驻足 指着头顶的匾额 到了 林妙妙抬头一瞧 果然见到破旧的牌匾上 斑斑勃勃的两个扁扁的 立书字体 花哲 大门敞着 连个门营都没有 却时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 相互簇拥着卖了进去 生意显见的不错 花哲的楼足三层 是比两旁的建筑大了一圈 从尚未毁坏的刁栏玉柱 依稀可见 就是如何富力堂皇 只一点太破败了 大门和匾额上的漆面是剥落的 金属生了锈 门口两座石柱上面雕刻的狮子 头顶上长满了青苔 看起来为家休憩 沿选着的红灯笼 看起来都比旁边店家昏暗一些 像是坐落在新街上的前巢就古董 木窑与妙妙对视一眼 面色隐隐凝重 进去吧 柳福一选的地方果然不同凡响 沿着蜿蜒的主廊进入 南北天井投下七青的夜色 廊上灯烛银黄 闪闪灭灭 一直延伸到远方 木生的眉头微微一簇 似乎那主廊侧边 本应有无数人影晃动 衣箱并影 清歌漫舞 光滑流转 可是在桥 只有寂寂夜色 冷落门庭 怎么了 妙妙望着她的脸色 没事 她收回目光 望着她的眸光里 倒映着昏黄烛火 显得格外柔软 妙妙一顿 也放低了声音 不舒服说话啊 她眸光动了动 半晌 看着她点点头 这一路上的井幽静七青 看起来足像是 九四资金不足 倒闭前的惨状 一直到大厅里 灵妙妙的印象 才有所改观 九四一层坐满了人 喧闹嘈杂 工愁交错 一股热闹的人气 混杂着韭菜香气扑面而来 煞食冲淡了 近来之前的破败七青 大厅里的桌椅 已经夹到了饱和状态 人从桌子间通过 都要侧着伸走 时刻们扭个身 都随时有可能擦到 另一桌人的后背 小二只有一个 两手都端了托盘 恨不得再在头上顶一个 在这迷宫般的大厅内 飞快地绕来绕去 大约是应付了太多人 脸上连笑影也没了 满脸的不耐烦 李兄 这个酒楼好是好 怎能名字里带了个折字 不好听 身后一桌两人对折 需要大声说话 才能让对方听得清楚 你有所不知 此楼原身是 吴方镇最大的 秦楼储管花折 取的是有花 堪折直虚折 今宵有酒今宵醉的含义 多少王公贵族 从京城远道而来 跑到吴方镇 为花折腰 对手的公子 也艰难地扯着嗓子喊 你以为 大家都是为了什么来 乃是为了看一看 这一折的风采 这楼里可还有姑娘 那人身子前倾 显然来了兴趣 对手的解答者 换了换筷子 头也不抬 没了 早没了 这里换了四五任老板 早就不是寄馆了 哦 他有些失望地 作了一口酒 不过还有个保留节目 公子笑隐隐地卖了个关子 我先不说 一会儿你便知道 现场已经混乱一片 满大厅的人吃得如火如荼 主角团见小二顾不上伺候 便自行寻了空桌坐下来 亲力亲为地倒了茶 木瑶捡起桌上的菜谱 递给了妙妙 妙妙看着菜谱 密密麻麻一板迎头小字 还是竖牌 头一阵发昏 便将菜谱塞给了木生 你点 木生顿了顿 垂下纤长的睫毛 你想吃什么 他一时半刻想不出 他已经非常贴心地低声念起来 盐水压 素食锦 桂花拉高 冰镇酒酿 赤豆元宵 这个吧 他喊停 他停了 哪个 赤豆元宵 嗯 他点点头 将菜谱合起来 递给木瑶 林妙妙拦住他的手 黑白分明地 性子眼望着他 你不点 木生微微一顿 不用了 妙妙的眼睛眨了眨 没有喜欢吃的吗 他的黑眸炼焰 水光之下略有些茫然 那我再点一个 林妙妙瞧他这模样 毫不客气地夺过菜谱 庄木作样地扫了一眼 姓云高 说完 斜密着他 着意观察他的反应 甜的 回忆碎片里 荣姨娘端了一盘给他 说那是他儿时很喜欢吃的东西 木生文言 眼里未起波澜 只是有些疑惑 我刚才没念姓云高 林妙妙的庄木作样被拆穿 满脸通红地将菜谱塞给他 脆生生道 就是很想吃 那你找找上面有没有 木生低眉 一目十行地看下去 竟然真的 在一排糕点中找到了这三个字 性子上头 还拿笔点了个圆圆的点 想必是推荐的意思 少年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笑意 他倒是会吃 他的指尖停在那个圆点上 有 那就点 木瑶忽然发出一阵惊呼 妙妙抬起头 袭上赫然多出了一身黑的柳浮衣 似乎是风尘仆仆赶来 渴得连喝了三杯茶水 才缓过来 喝完 才顾得上谴责地看着木生 阿生 我给你烧了一路的通讯符 你怎么理也不理 追得我腿都快跑断了 阿生 木瑶惊异地扭头去看木生 少年眼睫半垂 充耳不闻 眼尾的弧度 在灯下清冷又妩媚 隐隐带着一丝机窍 林妙妙却很兴奋 柳大哥 你和木姐姐是不是明天就要成婚了 阿 柳浮衣一口茶水 差点呛在喉咙里 木瑶的目光又转向了林妙妙 两人面面相去 巨视满脸震惊 忽然从背后传来了清脆的帮子声 旋即大厅里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 瞬间安静下来 一个红鼻头的老头 穿着彩色布片坠成的破袍子 花里胡哨地站在了大厅中央 一手敲帮子 一手捋着花白的胡子 各位又见面了 众人饭也不吃了 放下碗筷鼓起掌来 欢声雷动 他笑眯眯地唯一汗手 四下致意 今天我们讲 吴方镇慕容氏与赵家公子的故事 话音未落 大厅里竟然响起了 如潮的掌声和口哨声 活像是大明星开嗓 身后那一桌对镯的人压低声音 语气里带着得意的笑 瞧见了吗 这就是那保留节目 我们就会进行的 下滑销 下滑销 ballot 下滑销 下滑销 中文 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